第四季 Suggy, 到廣州 無論如何都可以去舊城區找傳統美食 沒錯, 傳統美食就最適合 有甚麼好推介你 讓我介紹廣州地擔, 你認識一下 好 在廣州到, 阿地哥 歡迎來到廣州 阿地哥, 今次帶我們去哪裡找食 就是這裡, 西華路 我在大地 真是地擔 對, 這裡有很多老字號 很多地道的廣州美食 三天都吃不完 好餓 我們一邊走一邊吃 好, 出發 我們這間這麼多人排隊 而且分為兩條龍排 對, 為甚麼 這裡出了名是西華路的排隊王之一 為甚麼是兩條龍呢 我們看到第一條龍就是去付錢 就是叫你自己想吃的東西 然後給你一張票 然後排第二條龍就是去拿食物 為甚麼這條龍那麼長 對, 馬上吧 我們馬上出發 也要排隊, 乾杯 終於吃了 終於吃了, 排隊 對 我這本是豬手牛肚火粉 好, 嘗嘗粉 好 有我最愛的豬腸 不是說笑嗎? 粉很滑 這個你適合嗎? 對 放一點點 這些醃酸的蘿蔔 是否在廣州間都會自己弄粉麵店 老四號 新開的是不懂得有這種傳統 對 我們說, 連這個也好吃 那些就不會差 這個也醃得不好, 那就是 再見 是嗎? 第二間 第一間 先吃牛肚 完全是老狂風味 很濃、很濃 我先嘗嘗豬手 很軟、很入味的豬手 你嘗嘗我這個牛舌 真棒 這個牛舌這樣切片來 這樣燜發, 香港真的沒見過 這樣很好吃, 很入味 它可以燜至軟滑、鬆軟 不會黏牙, 不會硬 很濃厚 這裡另一種精彩的就是牛筋 很棒 好像花膠一樣 它的秘訣在哪裡呢? 不能用猛火燜 牛 盯著那些小火燜 在焗和牛 所以又嫩又入味 好吃 嘗嘗腸粉 看, 質感是一致的 這個醬醬腸 也是跟我們平常吃的 蘸的麻醬、甜醬、辣椒醬 完全沒有食物 完全很入味的腸粉 而且很薄、很滑 嘗嘗嘗 這裡還有一些名物就是辣椒醬 這個有特辣的 是否你喜歡那種類型呢? 我喜歡夠鹹, 又夠辣 吃東西真是適合人比適合字 對 下次來, 可不可以不得太久? 下次來, 提早跟我說 好 我過來派 好… 安地哥, 芝麻糊都排隊 這裡, 你聞到那種味道? 我也想吃 芝麻糊都適合我 金龍的香味就靠兩位師傅 拿著木頭磨 你看 真的手磨的 石磨磨磨, 我見得多了 是嗎? 將軍磨磨, 我也是第一次見 這樣磨, 這樣一天磨到幾碗 可以磨到多少碗, 師傅 五百 一千 五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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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文心 嘗嘗這個文明中愛的芝麻糊 好, 我很喜歡吃芝麻糊 你覺得芝麻糊真的很好 我證明它是手雷的 因為肌磨的話, 是很幼細的 它還能吃到一顆粒 對, 芝麻那種粗粒 那種質感 我幫你嘗嘗花生糊 好, 我也嘗嘗 又是能吃到花生糊 也是有口感的 有口感的 就像你吃花生醬 有一顆粒的花生碎 對… 如果說傳統口味, 這些就是傳統口味 嘗嘗這個湯 這個很好吃 是嗎? 我先嘗嘗 它比芝麻糊 這麼厲害? 像你剛才說的 是嗎? 是嗎? 我喜歡吃這種湯圓 湯圓不一定是皮薄, 這麼多材料 因為湯圓的皮也是湯圓的一部分 只餓不到黃米皮的那種 然後吃不到 薄得住就沒有忍 對… 為何這個芝麻糊更濃 這個芝麻糊的味道這麼厲害? 因為做餡料應該要加豬油 對 豬油就能帶出香味 而且做餡料沒有加水 變成黃熟了 對… 真的很芝麻 很喜歡這湯圓 對… 這兩個都是炒過的香味 對, 炒過真的很多 對… 對… 他也被人炒過很多次 所以他也是… 很香 對… 很可憐 這間是雲吞麵的表表者之一 是… 幾十年的老字號 我們經常說吃麵 經過麵店門口 聞不到鳳鎚 那道麵不用吃 就是要這種香味 是… 親人小聲, 馬上去吃吧 好… 好… 跟香港有什麼分別 是, 現在真的要… 先吃一口湯 怎麼樣? 大地魚味 很濃 很甜 真的甜 廣州一般的雲吞麵 是否用這種蛋麵比較多呢 是 蛋偏重 不是鹼水偏重 看起來比較通透 是 吃起來更爽 很甜 這裡好像是畜生麵的時代 是… 麵質不是彈的 是比較爽 是… 是 我們吃雲吞麵 都要搭大紅節醋 是, 我一定加的 有些再講究的地方 會加泥姿醋 泥姿醋的醋味不太霸 不會很香 是 還有顏色比這個更暗紅 好像濃縮了 醋的香味更加濃 而且我覺得很奇怪 剛才我蘸雲吞麵的時候 我打算有蝦 是 沒有蝦, 只有鮮肉 是 香港的大部分都有蝦 是… 正宗的廣州雲吞麵 就是鮮肉雲吞 加大地魚粉 還有切肉體 對, 我們說的切肉雲吞 如果再傳統一點 還加一些炒香的白芝麻 那就是最正宗的雲吞 是 雖然雲吞沒有蝦 是, 但有夠大地魚粉 即是磨粉 沒錯 也有很香的魚鮮味 是 還有這種尺寸的雲吞 我覺得是正式廣東雲吞 這個尺寸一口一粒 沒錯… 不是要咬幾口才吃完 來了 這就是這條街最出名的餃子店 對, 等待的過程很痛苦 是 但為了美食, 我們是願意的 因為真的很好吃 是 剛才等了四次 你聽一聲 聽一聲 就是這個叫冰花煎餃 它會多了一層東西在上高 煎的時候, 先放了餃子 然後再放一碗麵粉水 倒進去 但有個秘訣 這碗麵粉水要搭一成的生粉 為甚麼 它才會這樣脆 還有攪伐 攪伐 生粉會令它更脆口 更加硬身 放進麵粉水很容易翻軟 放一會兒就變軟了 像你這樣 對 像你這樣 很飽滿代汁 很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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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韭菜豬肉餃 這是最招牌之一 最多人喜歡吃 怪不得吃, 好吃 真的香 一定是韭菜多於豬肉才好吃 是 如果肉多, 不夠韭菜味 是不香, 不好吃 而且韭菜夠, 它才夠爽 是 我喜歡的皮 又不厚, 又滑 又薄 這個好吃 真的很好吃 你看這麼多人排隊 知道有甚麼事 對 不要吃這麼飽 時間到了 剛剛好 我們正在等待那間三尖包 開門了 飽滿汁的 我們說甚麼時候 後面的排法 都說了你了 吃餃子吃甚麼 吃… 拍… 不得了 是 我們只是走遲半步 這裡是這樣的 早上開檔 到下午2時又停一停 到4時又再開 對 我們只是遲了一點點 遲幾分鐘而已 看不到尾 那條龍 你看看 馬上排吧 今晚也不能吃 我估計天黑到我們 好… 終於買到了 你又好 行擔心地 真是辛苦你了 真棒 真棒 這個 是 真是噴射 噴射 一邊燒一邊沒有燒 對 底部沒有燒 是 是, 已經在滴了 你這麼浪費, 水都掉在地上 你看, 全部都放汁 好像在喝功夫茶似的 乾杯… 底部是軟的 它是煎一邊的 一邊是軟的, 一邊是脆脆的 是… 你看這個汁, 你看 我覺得比這個小龍包更滴 不是, 我覺得 太滴了 肉的味道很乾淨 對… 沒有豬胸味 而且很濃稠的味道 對 一排也值得的 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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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位大哥, 滿足嗎 夠嗎 我滿足 真的可以吃三天三夜, 是嗎 Jacky, 你知道我多喜歡吃羊肉 是的 來到廣州 居然有一間內蒙的羊肉店 它的煮法特別到我吃都沒吃過 連你的羊肉也沒吃過 那到底怎麼煮的 說你也不相信, 用冰煮 冰煮嗎? 對 很新鮮 是不是聽見也很想吃? 對 我第一位, 立即吃 這裡… Jacky, 這個裝置很厲害 在廣州的蒙古包 這邊先給您下肉 這是羊上腦肉 就是內蒙空運過來的 它是凍肉來的 是12個小時內現沙的 是比較新鮮的 為了鎖住它的鮮味和營養 營養一小時內, 煮熟了 立即新鮮地煮 這杯是紅酒 美濃養鹽的一個效果 美濃養鹽 對 這杯是滷酸菌, 促進糖胃消化 紅酒加乳酸菌 這邊給您開火了 好 這邊請稍等15分鐘後 就可以開始用餐了 稍等 煮15分鐘就行了 是 夠了 15分鐘 聽說是冷縮熱漲的關係 令羊群鎖住肉汁 更加鮮嫩 是 不僅要吃肉 還要喝慢慢的 沒有 是不是很清澈呢 對 很清爽 為何它這麼短時間能夠出口 因為它用了冰煮的方法 是 挺甜的 是嗎 因為有些紅棗、杞子、番茄、檔森 很清甜的 對, 挺甜的 它有一點藥善的味道 但你說剛才加的紅酒和乳酸菌 我喝不到 喝不到 嘗試吃羊 它有特製的醬 這個特製的醬真的挺配合羊 是 它真的有些麻醬又有花生的 花生醬… 芝麻 對, 類似芙芋的味道 紫蘭的味道 對, 紫蘭的味道 我懷疑羊的味道很年輕 是 小羊的肉很嫩 是… 剛才師傅來的時候, 我問過他 這個冰煮羊和黃番茄 是他們內蒙古傳統的湯 這個很明顯是改良過的 是一個青線椒 對, 有些橫椒、青藍椒 還有青椒醬, 我剛才看到 是 味道很淡 味道很淡 對 是重慶火鍋的粉絲 對… 突然去了四川 是 這個土豆絲真是… 挺有心思 拍照很適合 很招職, 這樣釣著在這裡 放些下去嘗嘗 收衣服, 下雨了 對… 下雨了, 你們… 不要… 嘗嘗不同部位的羊肉 Jacky, 你嘗嘗這個 好 但他們叫做脆骨的高鈣肉 因為骨頭要高鈣肉, 是嗎 我先嘗嘗 好像油脂的香味 羊肉糕的油脂 雖然你看到這麼油 但它也不鬆 但吃起來的質感是比較軟 它不是全部都是油 它有一點筋膜在裡面 白色的那些 但吃起來有很香的油脂香味 對, 油脂香味 我先嘗嘗這個上滷肉 我也先嘗嘗 我先嘗嘗一下, 放一點點 是 這個番茄 這個上滷… 其實我先不知道上滷是甚麼 但只要打開發若看就知道了 我一看就知道原來是第一刀 是 就是肩膀的位置, 梅頭肉的位置 土豆豉就差不多了 看 這個藤椒土豆豉, 試試一下 就像麵一樣 方便麵的薯仔麵, 我吃得多了 是 真正的薯仔麵, 我第一次吃 它吸收的花椒味, 也挺辣的 是 我跟你也不錯 是 又爽爽的 這個挺有趣 我覺得這家店很棒 其實真的不只是用來打卡 一個大拼盤, 又可以拍照 但裡面的肉確是好吃的 是, 新鮮的 真的新鮮和優質 是 除了上腦肉之外 它有頸肉和腿肉 三款肉不同 其實剛才我們吃過上腦肉 我很有興趣試試它的頸肉 看看這個又如何 頸肉就是這樣 你看看, 切得像碎濕濕 因為頸肉又不是一大大塊 是, 都是起出來的 對, 應當又很滑 怎樣? 好嗎? 有嚼勁 有咬嘴 對 有嚼勁的 它才會彈彈的, 它不會老鞋 因為它的頸部有很多… 水滑倒是很重要的 它有很多筋膜… 對, 進來… 它不會像大腿肉一樣乾爹 好, 我們試試大腿肉 馬上比拼一下 大腿肉放下去, 看看有沒有辦法 你想吃嗎? 青椒 青椒就好 試試吃青椒 看看跟頸肉有甚麼分別 好, 先試試看 肉的優質真的沒辦法 對 腿肉也不會很粗纖維 或者很粗糙 是否有些筋呢? 我看到的筋肉很爽 我也有 總括來說, 魚人的質素是很不錯的 對, 真的沒錯 起碼是新鮮 對, 新鮮 Yuki, 按你的電話號碼 說有好介紹, 吃完就出發 廣州是零射多道字號的 我聽說這裡有一間專食羊腩煲 開了近四十年 按你的究竟有甚麼厲害 它厲害就在於 秘製的醬汁和燒羊的過程 很多人想抄不住 羊腩煲除了羊之外 醬汁絕對是靈魂 我也想偷師 放心吧, 兄弟 把桌子我訂了VIP桌子 是 至於偷不偷到, 看你們倆 一起去試試 先吃了 好 來, 吃了 行不行? 很棒嗎? 太棒了 厲害了 超級粒粒的 像乳豬一樣 像乳豬一樣 真的像乳豬一樣 你們吃火鍋、吃羊肉煲 喜歡吃哪個位置呢? 我喜歡吃腩胃的 軟軟熟熟的, 好吃 一口肉, 會吃 你還沒吃 你呢? 我喜歡吃羊腔的 你還會吃? 當然, 活動最多的位置 是呀 我喜歡吃腳趾 我喜歡吃羊腔的, 為甚麼呢? 因為有羊腔的筋 有多鼻子 對呀, 很棒 我們不用差東西吃了 上、中、下三個部位都齊了 對呀 各樣來一筋好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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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好… 吃得開心 好… 沒自豪 好… 好… 謝謝… 辛苦了 好… 剛才砍掉我們選的部分 對呀 然後裡面用鼻子, 鼻祭醬汁炒了 是, 爆開 炒也炒不上那個 對呀 我反正吃完之後破解它 對呀, 看你 我們聞到味道 對呀 聞到聲音 先看看 真棒 是不是很吸引呢 對呀 是否這樣吃就行了 對呀, 我們一起破解它 好 破解, 對呀 這個是羊腔 羊腔我們熬久一點 是 這個是羊腸 對 這個是羊腩 羊腩 羊腩 麻煩你… 這些一定是羊頸 對, 這個羊頸, 瘦猛猛的 這是魚腩的 這個是不是鼻祭的 又是, 這是怎樣的 羊腩的汁 對呀 這個醬可以說是只有它創出來的 是 對, 檸檬葉絲也是它發明出來的 真的很惹味, 不是開玩笑 就這樣吃就很惹味了 看看加上這個羊腩, 看看怎樣 好吃 這塊雞肉很好吃 雖然你看到它瘦瘦的 但是它一點也不粗糙 對呀 越溫越軟越好吃 對, 越溫越好吃 我捧一下你腸 是 吃一塊羊腩, 先吃一塊羊腩 這個醬很搭配羊肉 對呀 對呀, 有腐乳, 柱喉醬 我還吃到一點有花生醬的味道 真的嗎? 這樣也被你破解 你說了是專業人士, 是嗎? 對呀 厲害呀 有些檸檬葉 檸檬葉可以帶出清香 對, 吃下去沒那麼辣 不是, 吃到羊腩的酥味 剩下我一塊, 嘗嘗一下 你看 羊皮的部分很貴重 這個真的… 應該很軟熟、很嚼勁 很棒 你快點剩下一塊 羊腔真是不得了 我說不到話 說不到話, 黏住了 膠很硬 黏住了我的嘴巴, 慘了 這個好吃 其實吃羊腩, 羊腩, 羊腔, 羊頸都好吃 但我最喜歡的其實都是內臟 真棒 我最喜歡這些 腐竹、枝竹, 嗦味的, 我最喜歡 你嘗嘗一下羊腩, 羊肝很嫩滑 很飽滿 很粉嫩 對 豬潤是起沙的 對嗎? 牛腩也有很多筋 這個很嚼勁 這個真的很嫩滑 聽不到這個, 糟糕了 羊腩的內臟在香港很少地方吃得好 基本上沒有餐廳會賣 而且香港人好像沒有特別好 羊腩就不錯 而且這裡是用新鮮羊腩 所以它連羊血也有 如果用凍羊腩, 這些內臟不好吃 大家試試看 這個羊腩 羊腩, 對 多麼汁 它比豬心還要嫩一點 對 口感很香 是嫩滑的 對, 嫩一點 這是芝竹 芝竹 芝竹常落, 這個真棒 真棒 吸收汁的芝竹真的沒用 味道很香 至少落起牛腩鍋、羊腩鍋 甚麼鍋都不能輸 這個羊腩也不錯 好, 嘗嘗吧 來嘗嘗, 先嘗嘗 先嘗嘗羊腩 我特地甚麼都不碰 是 看它是甚麼質感, 甚麼味道 是, 比較脆, 像豬紅 用舌頭一頂就沒用 對, 牠一咬就碎了 其實牠有很輕微的羊味 對, 很淡… 一掃就過那種 對 沒錯 但口感真是過癮 對, 過癮的 我以前見到這些是怎樣吃的 我們這個 我們吃羊腩鍋 吃到一半的時候 很流行把大蒜頭放進去 這個有醬爆過的 那個就直接洗乾淨上來 就是用舌頭放進去 對 然後煮到一夾就爛的狀態 煮得很香, 蒜頭也好吃 是化的 你甚麼時候吃得下黃白和紅黃白? Vicky 你喜歡的話, 又要舌頭放進去 對, 舌頭放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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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不需要時間炆 之所以我們喜歡吃火鍋 就是這種氣氛 是的 我想吃甚麼, 我就放甚麼 你鹹魚青菜, 各有所愛 這些是半場休息時間 又是吹吹水 是的 等你又滾一會兒 吃點餅乾 等你吃點餅乾 乾杯 乾杯 乾杯, 乾杯 真的要感謝我們過了 不要客氣, 真是這麼棒的羊 真棒 大灣區有太多美食了 是的 我們也要多點上來玩 是的 主題曲四應該就很快開始了 現在正在想出題曲九 對, 主題曲四 我們已經簽了五百集 不是, 不是那麼少吧 不是那麼少吧 Ricky 上車了, 你還玩甚麼 無論如何都要買手信 我有這個應用程式付錢很快 待會就可以了 好 謝謝… 我要這個和這個 我用這個雲閃庫應用程式付錢 看看吧 沒有分香港版和內地版 也沒有分港幣人民幣錢包 用香港手機號碼就開通了 你只要綁住主要銀聯信用卡 和銀行卡就可以了 這個法家機構 還不收花京手續費 多買幾百塊… 可以…沒問題 完成了, 付錢 走了 謝謝 OK